大家好 这里是河水洋洋实验室 要说最能代表江南风味的面条 就不能不提苏州的闷肉面 在苏州 许多人的一天就是从每天早晨的那碗面开始的 他们对于吃面的热情 烤酒和雅兴 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陆文夫的小说 美食家的主人公朱自治 不务正业 不爱钱财 不贪女色 更不讲究穿戴 唯独每天早晨去苏州有名的面店 朱鸿兴去吃头汤面 是万万不能耽搁的事情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如何做出一碗 好吃到让你哑口无言的苏州闷肉面 先来说说制作闷肉 我们买了一整片的五花肉 按着锅子的大小切下来方方正正的一块 大约一公斤左右 剩下的肉切成大块 包一下 冻起来以后烧别的菜 接下来我们把肉腌一下 腌制的目的 一是为了入味 二是为了提升瘦肉部分的口感 取之直径20厘米的平底锅 倒入60克盐 和两克花椒 用中火备一下 等花椒的香味开始飘出的时候 就把锅子从炉灶上取下来 让它自然冷却 把五花肉放在锅里 将炒好的花椒盐 均匀地抹在表面 这些盐看起来很多 不过大家不要紧张 最后被猪肉吸收的盐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放在冰箱里腌制入味五个小时 尽量不要腌的时间太长 不然 做出来的闷肉口感会更接近咸肉 反而不好 时尝一到 冲掉五花肉表面的花椒盐 将锅子洗干净 放入足量的清水 大火煮沸后 把五花肉放进锅里 焯水大约五分钟 然后把五花肉捞出来 将锅子再次吸进 把四十个小葱切成长段 剩将十五个切成薄片 将草果一枚压裂 将锅子用中火稍稍预热之后 加入三十克葡萄籽油 倒入切好的姜片和葱段 再放入两片香叶 三朵八角 一枚草果和一小段桂皮 翻炒三分钟 直到葱段的表面出现浅浅的金黄色 倒入900克水 我们这里用的是24厘米的炖锅 如果你的锅子大小不同 需要调整一下水量 你能够把肉全部淹没为准 加入70克生抽 50克老抽 再加入50克红糖 搅拌均匀 大火煮沸 然后转为小火 把焯水后的五花肉放进锅里 盖上锅盖 用小火焖制五个小时 焖肉好吃不好吃 秘诀全在这五个小时里面 如果炉灶火力太高 会导致瘦肉部分口感变柴 炉灶火力太低 肉皮和肥肉里面的结地组织 不能充分降解 导致口感肥腻 饭店里的老师傅 根据多年的经验 就能把火候控制得出神入化 我们呢 当然没有这个条件 就必须借用温度计 比较省力的办法 就是用红外温度计 直接测量锅子外壁的温度 根据我们的经验 当这个温度保湿在93摄氏度的时候 肥肉和瘦肉的口感 可以达到最优的平衡 当然 红外温度计指呢 用在铸铁或铸铝锅上面 如果是不锈钢锅 就不能正确读树 一个更省心省力的办法 就是把烤箱摄氏到93摄氏度 然后把锅子盖上锅盖 放在烤箱里烤五个小时就可以了 焖制的过程中 最好给五花肉翻两次面 可以确保各个表面均匀着色 五个小时一到 焖肉就做好了 这个时候可以用手 轻轻推一下肉皮和肥肉部分 如果有一种吹弹欲破的感觉 仿佛一不小心它就会散开 这就说明火候已经到了 把做好的焖肉裹上保鲜膜 放在冰箱冷藏室里过夜 将焖肉的卤汁过滤一下 放在冰箱里冷藏备用 至此 焖肉就已经做好了 接下来 我们开始组装焖肉面 先来做一下面汤 取之直径18厘米的汤锅 中火预热30秒 加入20克葡萄籽油 倒入15克切碎的葱白 快速翻炒两分钟 接着加入40克生抽 再加入100克焖肉的卤汁 和20克蚝油 最后加入1500克水 大火煮沸后 用小火保温备用 另取一只直径20厘米的汤锅 加入2000克水 大火煮沸 等待水开的时间 把焖肉切成大约8毫米的厚片 这个厚度也是蛮关键的因素 肉片太薄 没有那种大口吃肉的快感 肉片太厚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面碗里面回温 水开之后 把面条放进去 煮到自己喜欢的口感 将煮好的面条捞进碗里 铺上切好的焖肉 浇上面汤 最后撒上一些葱花 咱们的焖肉面就做好了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订阅或者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